明星秘密关 这部剧的时代背景呢是国货品牌崛起的时候 因为父亲的去世导致了自家企业分崩离析 投资方呢表示可以低价购买该公司的品牌 女儿为了保住自己家的品牌协议开始了求生之路 其实啊这样的题材确实比较少见 而且呢以前我们有过很多优秀的国产品牌 被收购或者打烟以后慢慢没落 确实是一件非常遗憾的事情 根据网友爆料呢 这部剧会在4月5号是正式杀青 很多网友看到这个消息后纷纷表示终于等到你了 看来啊很多网友并没有受到唐石事件的影响 相信啊这部剧上映以后一定会成为暴剧的 说起龚俊呢 我相信每个人都对他在山河令中扮演的温克贤 感到惊讶 凭借山河令一炮而红的龚俊 在热播剧《沉睡花园和你好火焰栏》中 有出色的表现 他因能歌善舞而被你称为百灵梁 而龚俊兢兢业业的拍戏态度 虽然也是受到了不少网友的认可 但在某软件上有眼睛的网友却发现 龚俊成为了嘉行的御用男主 因为他与嘉行的当红小花迪丽热巴合作的新剧 《安乐传》还尚未播出 就被爆出将与杨幂合作仙侠剧私命 本身呢龚俊搭档迪丽热巴所出演的安乐传 亦是古装偶像剧近年来的热门题材 二是搭档迪丽热巴这位当红小花 两人在古装中的扮相有目共睹 这次呢强强联合 可谓是非常的养眼 本身呢热巴就属于嘉行当中的小花旦 除了老板杨幂之外呢 他稳坐第二把交易 而这次呢龚俊将被爆出和杨幂合作仙侠剧私命 第一次出演仙侠剧变速有古偶皇后之称的杨幂做搭档 这个起点啊可谓是非常之高 而这也不禁让人觉得龚俊成为了嘉行的御用男主 跟迪丽热巴合作完呢又跟老板杨幂合作 从相关资料来看呢 有《九路飞香》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私命 男主是龚俊而女主则是杨幂 跟与迪丽热巴合作的安乐传呢 相似的是都是大女主IP 在私命中女主角私命新君 本身暗历天地多年 一招表白却惨遭了失败 行为一冷之后呢 因为某些机缘的原因进入了万天之虚 于是遇到了被关在黑暗中的男主长渊 作为神龙一族的男主呢 因为一个预言的关系而被全族诛灭 只剩下了他一个人 因为阴差阳错私命的到来 两人因为某些原因而转世成人 在人间开启了欢乐可爱的相处模式 虽然也因为天地的原因遭受了阻挠 但是原著的结果看来呢 两人还是在一起了 没有什么比较悲重的故事情节 但是也以其可爱的画风吸引了不少人 毕竟呢 杨幂是仙侠之大户 他在古装剧中的扮相以及演技 也一直被人所称道 如今跟龚俊合作私命 虽然没有官宣 但在某平台上曝光的阵容 也引起了网友的赞同 龚俊啊真的成为了 家型炙手可热的御用男主 将来两人的搭档 也一定会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